那个终胜 他在母胎的时候 他就受伤了 我们很多的人 虽然是透过妈妈 他的子宫 然后呢 帮我怀胎实验 我们来到这世上 但是你看 那个两个双翼 他是折翼 他一高一低 因为他听到我跟孩子们的故事 他说 好多的孩子都受伤 可是在这个爱的大家庭呢 最后呢 中间他是彩色的 他说孩子的生命 从黑白变成彩色 那个泡泡呢 他说孩子们因为 在这里得到爱的滋润 在贫瘠的土地 一个一个的花都开放 他们的梦想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未来他们会成为不一样的人 他们会成为类似的主角 他们在台东 有更多 或在各个地方 听过他们的见证 在黑暗中角落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的故事 能够让许多的人 因为他们的分享 能得到圣灵改变 爱的力量 我们掌声 谢谢 这世界 千千的遗忘 某个角落某一个地方 充满需要寂寞的忧伤 神秘不再有观望 你和我微笑的力量 却能带预伤 却能带来不一样的希望 却能带来不一样的希望 向着冷漠的世界 改变成了天堂 天堂的爱 一道充满爱的树光 一只手心中的原谅 一个能依靠的肩膀 黑暗再大的力量 也无法阻挡 我想有爱在一个悲伤 神秘有爱就会发亮 一末的爱不该再隐藏 你的爱照亮着肩膀 今天我们的相遇是上帝的祝福 刚刚呢 我们牧师 那牧师那那个 就是帮我设计的那个 我给带所有的资料来 牧师说 别命了 我们跟那个带书那 所有的那个资料 我虽然不知道设计师的名字 你知道吗 我抗抬给他 因为他故事讲了一句话 就对 你们帮我们看 我们两个被骗了 我跟你们讲 帮我们要盖一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两个夫妻被骗 那个建筑公司我就不方便说 他跟我说 师母 那个师在十年前 他说 你们要赶快买钢铁 那我们也不想 他说你必须先汇一百万 我们真的没有钱 但是牧师想到两个会盖房子 结果呢 我们就把所有可以抵押的 可以卖的 我们都给他去土地银行 就这样子 没有多久 那个公司就宣告倒闭了 然后我们两夫妻就背这个菜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有时候 我跟他不是会吵架 但我们吵架不是为我们 都是为了我们要怎么帮忙 还是要怎么样 这个教会要怎么样 结果我们那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两个非常 非常的心地交锤 而且我们非常的不愿意 结果没有想到 上帝很爱我们 有一天 其实